但一刀闖總統府 這名嫌犯居然是連過了五道維安關卡 當時他先在軍事館這裡 偷了一把南京之椅 砍殺107人的武士刀 但是軍事館沒有發掘 一直到了十點半才報案 這一段時間內 這名嫌犯居然就帶著像是一把 這樣子這麼長的武士刀 在街上走 但是他是怎麼走的呢 他其實就是把刀夾在 褲子大腿跟腰臂中間 一路的往總統府方向來前進 過程中居然完全沒有被人察覺 從軍事館到總統府後門 雖然是短短的四百多公尺 但途中會經過最高法院 國防部嫌犯竟然帶著長刀 一路順順的走 闖過了這兩關沒人阻攔 來到總統府的後側大門 其實一般正常的路口 會是像是這樣子 有著綠色的電動鐵柵欄 或者是說有像這樣子 白鐵的簡易柵欄 不過就只有這個地方 有當時這名嫌犯從這邊 也就是矮牆的位置 一路翻越 翻過樹叢 直闖西大門口 但是說事發之後 憲兵總統府這裡的駐位憲兵 才立刻加強了維安 加裝黃色的鐵柵欄 但看看總統府花譜前 紅外線感應器 要防人車亂闖 上頭還有六支監視器監控大門 嫌犯竟然一翻而過 而西大門帶槍憲兵一人 旁邊還有一人介護 更別說左右兩邊三四號門 各有兩人站崗 卻來不及阻止帶刀男子 究竟是嫌犯動作太快 還是我們的維安反應慢了呢 我剛才強調 我們也是受害的單位 我相信這個造成這個憾事 大家都不願意樂見 我們的工作同仁 在第一時間也立刻的 向警分局來做反應 只是上午十點嫌犯偷刀 十點十分砍傷憲兵 但一直到了十點半 軍事館才報警遭窃 國防部說明刀被偷後 有五名士兵加上導覽人員 一起上樓查看 卻和下樓的嫌犯錯開 強調國防部也是受害者 但恐怕事後也該好好檢討 如此維安足夠嗎 記者蕭珍旅警台北報導